白化佛法 请收听卢台长的白化佛法 欢迎大家一起收听 学佛呢 我们要懂得因果轮回 学佛呢 要懂得生灭与变化 那么台长告诉大家 一个人 如果知道了因果 他就不会去种因 因为种因一定有果 就像做任何事情 当你想到果了 你就会种因的时候特别当心 所以我们发脾气的时候 安静一点 讲话刺伤人 这样的话 你就不会去乱讲话了 我们做人也是这样 如果每一个人都能够做得好一点 每一个人都能够明白 我们做人应该怎么样做 他就不会承担这种家庭 破裂的这种苦难 所以这个果 就是人自己在控制着 所以希望大家要懂得 人要克服自己 在生活当中的一些 歪念和这种邪念 因为当你做任何事情 你为别人去想 为别人的利益去想 再去做 那你一定会得到善果 如果你同样的道理 你去为别人做事情的时候 想怎么样 让自己得到更多 让别人 能够没有所得 这样实际上你已经有恶念了 占别人的便宜 本身就是恶念 所以 告诉 我们的佛友们 人需要的是什么 需要的是 能够为众生想 众善音 人不需要的是什么 因为不需要的 就是我们 不应该去 从别人身上得到 别人得不到 而我应该得到的东西 所以世界上任何的事物 做人 其实都是有生灭的 表面上看来 这个东西今天存在 你想开了 这几天 过几天就没有了 所以 这些归为空 所以这个物质 虽然今天有生 有灭 但是它到最后 它就没了 台长告诉大家 由如我们 过去 做人 用电脑 那么大的电脑 现在为什么都没有了 现在都是 超薄型的 液晶的 这种电视了 实际上过去电视机呢 已经没有了 做人也是这样 这些电视机过了 没人去剪 谁也不要 那么 我们过去得到的东西 以为非常好 以为得到了之后 就永远归于我自己了 实际上 因为 它 没有人要了 它归空了 它被扔掉了 所以 这个物质就没有了 所以 你佛法讲 如梦换泡影 实际上 如梦一如电 如露又一如电 也就是说像 树上的露水一样 瓦上的露水一样 太阳一出来 它就没了 看不见了 电也是这样 很快的就没了 一过就没了 所以我们心中 要懂得 不管做什么事情 一定要 为别人着想 不要为自己着想 天天追求 自己得不到的东西 实际上追来的 就是烦恼 到最后追来的 就是痛苦 所以一个人 如果把 某一件事情 看得太重 某一件事情 去追求得太足 实际上 它给自己造成的伤害 会更大 台长告诉大家 有智慧的人 应该呢 用他的灵魂 来控制他的心念 然后控制他的意念 再控制他的行为 控制他的口验 而一些没有智慧的人呢 是被他的嘴巴 被他的欲望 来控制他的心 控制他的这个意念 所以我们做人 一定要懂得 用心 才能真正找到 菩萨的如实 而 正地 而无灭 就是 不要去灭掉自己 心中的佛性 所以很多人 做一件坏事之前 实际上 他在斗争 如果他把自己心中的 慈悲心 和佛性 都灭了 实际上 他就离开了 自己的本性 和良心 他才会 真正的 灭度 他自己心中的佛性 所以希望大家要懂得 心要尽空 心 要掏空 把自己的心 要生出光明 生出智慧 我们要把自己的心 和菩萨的心 合在一起 我们要明心 见性 我们要懂得 什么样的事情 我们可以做 而什么样的事情 我们不能做 而这个理解力 就本身需要 智慧 而我们 智慧 是从哪里来的 智慧 就是靠我们 在人间 不停地行善 积德 不停地不失 不停地 去除烦恼 而会得到 我们人间 这个智慧 听众朋友们 大家知道 我们 有无实的烦恼 什么叫无实的烦恼 就是当一个人 从第一声 剃哭 降生到这个人间的时候 伴随着我们的 一生的烦恼 这就是无实的烦恼 因为我们有了烦恼 才会生起了无名 因为我们不明白 为什么有这么多的苦恼和烦恼 我们不明白之后 我们就会生起了更多的烦恼心 然后会称恨 会做出很多愚痴的事情 所以 这不就叫轮回吗 菩萨早就告诉我们 人道是烦恼道 菩萨早就叫我们 克制自己的无名 菩萨让我们懂得 活在世界上 哪条道可以走 哪条道不可以走 所以真正学佛 不是叫你学文字的 不是叫你学自古以来 已经流传了几千年的 各种的佛教的书 而是叫你学菩萨的智慧 真正的学习菩萨所说的经文 不是要看表面的字样 而是要懂得听闻佛法 从佛法当中 来悟出自己人生的真谛 所以 学佛 不单单是一个简单的文字 它是要破迷惑 去除愚痴 一个人的愚痴 怎么会来的呢 因为他不明白 所以希望大家不要迷惑 因为一迷惑 你在人间做出任何事情 就会颠倒 所以叫迷惑颠倒 台长告诉大家 我们不能种下无名之苦 因为我们不懂 我们就乱做事情 难道因为你不懂交通规则 你就能乱闯红灯吗 所以 人要活得像佛一样 你才会成为一个在人间的佛人 如果你今天在人间做的都是菩萨的事情 那你就是人间的菩萨 你天天做的是像鬼一样的事情 那你就是人间的人鬼 所以要懂得怎么样来消除自己身上不良的习气 不好的一些不好的东西 所以希望你们要懂得心中要明理 心中要有佛光 要把任何的正思维 能够继续在心中开放 把邪思邪念 让它尽快的消除 所以很多事情 虽然让自己得到了很多的苦痛 但是把它反过来看 你就会不烦恼 所以 真如 真知 真信 就是我们三真 这个珍贵的宝贝 就是在你心中有佛之后 才会懂得 才会拥有的 希望大家能够不断地学佛修心 不断地拥有智慧 要拥有福气 要拥有福德 因为当你在人间福气增长的时候 你的德就会增长 所以福德福德 它是连在一起的 有德的人就会有福气 有福气的人就会讲道德 所以要守好自己的身口意 你才会拥有更多的道德 好听众朋友们 那么今天的时间关系 我们白话佛吧就到这结束了 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 好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各位乐视频 有 gutes